裡面就有一個網友就是說 其實一個演員 韓國的一個演員 徐姓艾 他也是 最真的霸凌的受害者 就有網友就說 其實他也被霸凌過 還把什麼煙蒂 最真把煙蒂放在那個 徐姓艾的桌上 什麼之類的 徐姓艾呢 他自己就 PO 現實動態 然後就PO一個英文說 None of excuses 就是不要再找藉口了 然後大家想說 他根本就是在影射他啊 旁邊的搭檔 換了一位新同學 他是我們國際組的同事邵珍 然後他是我們主上的韓編 就是韓文編譯 這個禮拜 想要講什麼樣的議題 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 因為我本身呢 對於韓國娛樂 蠻有興趣的 是韓國娛樂 不是韓國娛樂 好哦 所以就是反正現在 韓國演藝圈呢 他們就是 從前幾個月開始吧 就是接連的一直爆出說 韓星啊 不管是歌手或是演員 都有一些 過去校園裡面的黑歷史 就是一些霸凌的一些爭議 所以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幾個 比較 鬧得比較大的事情這樣子 好 因為穗珍呢 他其實是韓團叫做 有叫Ider 就是英文叫做G Idol 就是他是一個韓國女團這樣 然後因為 為什麼我會選他是因為 裡面有一個台灣成員 哦 對 你說這個團裡面 G Idol裡面有一個台灣成員 對 叫做 他叫什麼名字 舒華 葉舒華 OKOK 就他這樣很漂亮 然後就白白 然後頭髮長長 然後就是子瑜之後 子瑜的下一個 算是比較紅的 在韓國發展的 音樂這樣子 對 然後 這個穗珍呢 他在團裡面的角色 就是比較走性感路線 你知道嗎 對 就是舞台上非常性感啊 這樣 然後可是台下就是 那種比較溫和 然後很 就是可愛的那種 然後舒華呢 他也非常喜歡穗珍 所以他在有時候採訪的時候 就說我最喜歡的就是穗珍 因為他們好像獵奇森的時候 就常常照顧他 互相照顧這樣 所以他就很喜歡他 然後2月底的時候 2月20號吧 這個網友他就 PO文說他是 就是他是 穗珍霸凌被害者的姐姐 就是他的妹妹 被穗珍霸凌過 國中的時候 對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就想說 穗珍怎麼可能 這一定又是那種 就是抹黑的那種 因為其實蠻多的 就是過去很多網友 就是他們會造謠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很閒 在我的想法會變成說 如果是以台灣情況 就是你這種上古時期的東西 你挖出來講 通常都是有特定的目的 就例如說 我就是要搞死這個人 或者是我對這個人 本身有深仇大恨之類的 但是現在韓國的情況好像不是 我覺得好像不是 我覺得他們就是一種 惡作劇的心態 對 所以就是他們真的會造謠 有時候真的覺得想說 這是真的吧 然後後來他就會說 對不起啦 是不是我說謊 或是我記憶遭到扭曲之類的 好的 好的 對 所以那時候我看到 我其實也是想說 不太可能吧 嗯 對 然後結果 但是他就說 他是那個被害者的姐姐 然後他就說 穗珍國中的時候呢 會抽菸 喝酒 然後 還會就是趁機帶 你知道就是霸凌的經典橋段 就是帶受害者到廁所 OK 然後就打巴掌這樣 然後好像帶了三個人吧 然後就說 我打你 然後你打他 蛤 對 這是 好好好 互Cue對方打巴掌這樣 OK 然後就是搶人家的錢 然後或是 就是有一點像 泰妹 對 比泰妹可能再嚴重一些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他就說 他妹妹因為這樣身心 是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然後 就是 碎珍出道之後 他也都不敢看他 我喜歡看他在電視場面 就覺得 很不舒服 對這樣子 然後 這件事情呢 就是爆出來之後 大家那時候其實也覺得就還好 可是後來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就有 他這件事情比較嚴重 是因為他裡面 就是接下來有很多人開始接下來爆料 就說 喔對 我當初也是被他欺負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受害者很多的意思 對 而且他們 很特別的一個現象是他們現在都會上傳自己的畢業證書 蛤 佐證 喔 就說我跟他是同一個國中畢業人 或者是什麼我們以前的照片 就是說 表示說 欸我跟他這次同學 我不是口書無憑這樣子 哇塞 對 然後 裡面就有一個網友就是說 其實呢 一個演員 韓國的一個演員 徐姓愛 他也是 碎珍的霸凌的受害者 就有網友就說 其實他也被把凌過啊 說什麼還把 什麼燕蒂 所以這把燕蒂放在那個徐姓愛的桌上 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就是 那種事情這樣子 然後大家想說天啊 太扯了吧 怎麼 因為是真是扯到就是同業的人 以前都是網友 誰知道你是誰 你根本無法求證 對 可是現在真的指明說 欸就是他這樣子 對 對 然後隔天呢 那個經紀公司就出來反駁 就說沒有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 那個 瑞珍他也出來說 他就 可是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承認自己有抽菸 對 但我覺得抽菸就還好 就是他就說他有因為好奇 抽過幾次的菸 但是他絕對沒有霸凌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好像有滅火 但後來又是越來越多爆料 越來越出來 而且重點是那個演員 徐姓愛呢 他自己就 PO 現實動態 然後就PO一個英文說 None of excuse 就是 不要再找藉口了 然後大家想說 靠就是在影射他 就一定就是在講他 然後後來到了三月份的時候 他們經紀公司就宣布說 瑞珍現在先暫停活動 但大家就想說 那你就是還是要出來說清楚 就是你到底有還是沒有 然後後來就有還沒爆出說 他有去跟受害者見面 哇塞這是要摸頭的意思嗎 我不知道 OK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哇塞他要摸頭了 他就是 他其實道歉的時候 他就有說 如果真的有 他說他跟那個受害者 他說他承認他認識那個受害者 可是那個受害者 他們只是吵架 他絕對只是吵架 我沒有霸凌他 這樣子 就很常吵架 就是朋友間的吵架 OK 好 對 所以他就是說 他有說他想要跟他見面 就是釐清這個誤會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就有還沒爆掉說 他們真的見面了 但見面之後呢 瑞珍的說法就是 說我不記得 喔 不記得有以前霸凌他的事情 對 OK 對 那你覺得 你覺得這說法 以我的角度來看 我會覺得說 我今天如果是受害者的話 我願意跳出來講這件事情 我就是要看到你的反應 對 如果你今天都沒有反應的話 我可能會就是 選擇去做出更大的爆料方式 或者是說 其實今天這個情況就是 兩軍對壘 我就先等一點 沒有 我講的是一個策略上的一個方式 就是遂政方跟受害者方 我就等今天誰的說法出錯 我就抓到你的點 我就可以反擊 對 他們現在就是他們網友有說 就是現在他們爆料的人都很聰明 就他先爆一點點 對 然後等今天公司出來反駁的時候 然後再 對對對 再爆更多 然後就是打臉 對 就是如果今天是受害者 他確定是說 他自己手上 本身就是受害者 然後又握有實據的話 可以所謂的一刀斃命的話 我是覺得他之後 應該還會就是踢 可是你知道霸凌這種事情 他很難一刀斃命 就是因為他沒有什麼證據 對 很難要實質 你被霸凌當下 你要怎樣拿手機錄嗎 就是這件事情 這樣繼續延燒 然後後來呢 就是穗珍他一直都沉默 然後一直到了三月底的時候 他就經濟公司就說他要提告 對 他就說就是反正就抹黑嘛 就是要提告 然後穗珍也說 就是他 就是收集了很多的資料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都要去 跟被害者見面之類的 然後他就一樣說 他就是沒有霸凌別人 對 然後也有講到許信愛這件事情 然後就說 我沒有跟許信愛講過話 對 我根本就是跟他不認識 我怎麼可能霸凌他 對 所以說 許信愛演員 你要不要出來說清楚 這樣子 轉移 轉移交點 對 然後那時候風箱就整個 網邊倒人 大家覺得說 對嘛對嘛 你許信愛你就出來說清楚啊 就是沒錯 然後粉絲就覺得 嗯 我們的穗珍就是 他就是出來 他就是忍了很久這樣子 哇 對 然後尷尬的是呢 大概過了幾個禮拜吧 一兩個禮拜之後 許信愛就PO我 然後他就說 我真的有被霸凌喔 喔 對 然後他說 所以真說 我們兩個沒有講過話 是沒有錯 因為都是他單方面的在罵我 哇 對 啊 這個是很嚴重的指控 他就直接 就兩個就是業界的人 然後直接說 對啊 就是你啊 對 而且他不像就是 前面那個國中受害者是 他如果不出面 你是找不到他 對 你這兩個人都是 對 就有點賭上自己的演藝 對 就有這種感覺 就是我今天就是要你 對 對 所以他就說就是 喔 然後他還說就是 我是不知道你記得什麼 但是你覺得你那種 選擇性的記憶 可以掩蓋住事實嗎 哇 這樣子 對 然後發了這篇文之後呢 風向又再倒回來 倒回徐信愛這一邊 但是 碎貞就消失了 4月底的時候 就是他們那個團體出了新歌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 就還是進去延燒這樣 所以新歌的MV啊什麼的就是 碎貞全部都被卡掉 對 他的MV畫面只有就是 那種廊景的時候有他 對 然後沒有單獨的鏡頭 哇 對 所以他現在就是消失 不知道在哪裡 OK 大家好 這次我們是新的一集 在線國際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眼睛 真的非常的大 因為上一次呢 有配合說 我眼睛看起來很小 很微精神 好